大家他也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他们也认为说 他也很关心我们台湾的状况 台湾的选举 然后特别谈到这个 反独处统决心绝不变 很坚定的力量 很坚定 我说这跟我们国民党的想法 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们国民党 国民党是吗 国民党现在我们在外面看 已经有点不太确定 是不是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再讲吧 基本上你知道看习近平跟这个朱立伦 两边当他当选以后 两边寒电的往来 就是很清楚的讲到嘛 这个就是反对台独嘛 是不是 我心里觉得最遗憾的就是 我们一直不肯讲那个统治 对 不能说 我觉得好奇怪啊 佛地魔 不能说 从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从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党章 一路看过来 不都是终极目标都是统吗 我在这边 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今天我在这边再讲一遍 当初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念书的时候 我们要反攻大陆 解救大陆同胞 对不对 反攻大陆的目的是什么 统一中国 他们整天要喊什么 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统一中国 也就是说两边的终极目标 就是中国的统一 中国是一定要统一 其实在什么样的形式之下统一 什么样的时间统一 什么样的方式统一 那是大家都在好谈的嘛 可是今天 我们居然在台湾谈统色变啊 不能讲统治 这个就奇怪了 所以说反独 大家都讲反独 那反独以后你要怎样呢 反台独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那大家讲维持现状 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台湾一直不被世界承认啊 你台独你也独不起来啊 那你维持现状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 你还是说一中各表 表到什么时候呢 是啊 是不是 现在绿媒就是一直告诉你啊 对岸没有耐心了 对岸现在开始急了 所以它会用越来越压力的手段 来对付台湾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美国来帮忙 那更是笑话 那更是笑话 美国一切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啊 是不是 它怎么会是以台湾为主呢 美国是把台湾当成一个 这个以台制华 要来阻挡这个大陆的崛起的一个棋子而已啊 所以它是说 它的一个前国务院的这个什么 安全顾问呢 他特别讲到 他说我们台湾呢 只是扮演一个筛子而已 太平洋一个筛子而已 什么就阻挡解放军嘛 是不是它哪里是 它更不需要你统一嘛 因为统一对美国来讲毫无利益可言嘛 所以当然不希望你统一啊 包括以前很早期 我们是有机会统一的反攻大陆啊 这也是被美国给阻挡的嘛 他就希望你们这个样子 而且他可以支持你 最希望你们最好 你如果打起来就更好了 所以他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是 我一方面我是反对台独 我仍然还是强调就是 One China Policy 我维持一中 所以你没有看吗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才跟大陆外长王毅 在对谈的时候 特别也强调了 表达了一个这个立场嘛 但是但是你说那他 他愿意看到两岸统一吗 恐怕并不乐见 有人就 那我这样我还能卖武器吗 我还有我的利益吗 没有错 第一个他这个武器怎么卖啊 对不对 他萊猪怎么进来啊 是不是 台湾老百姓很可惜啊 很可怜哪 吃核食是为了加入什么CPTPP 是这样的吗 我们吃萊猪以后 我们就跟台美之间的贸易 就维持得很好吗 你马上蓬佩奥又要来台湾了 对呀 他来干什么 为什么 那要钱吧 是不是 我就讲一句难听话 蓬佩奥你来干什么 是不是 因为大陆绝对是拒绝他的嘛 是不是你说你支持台湾 你美国怎么支持台湾 你美国支持台湾 只是支持把武器卖给台湾 你说你要加强你自己自我防卫的能力 你把你的破铜烂铁的一些武器 卖给台湾 你赚取卖武器的这个利益嘛 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在背后 对 然后你蓬佩奥来什么 我就不相信他来台湾没有别的企图 是不是 我心里想明白你是不是来要钱嘛 你要什么钱你到商业考察到美国 你是不是到台积电去也跟他要点钱呢 是不是 然后万一他不是讲 他们不是讲吗 万一解放军真的打到台湾来 你们记得要把台积电给打掉 自己自己先毁掉 自我了断 自我了断 这什么话呀 是 这什么逻辑呀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 我们台湾的朋友 是不是用脑筋想想看 人家真的是这样帮你吗 人家真的帮你吗 人家真的帮你吗 如果讲到这个的话 我就给大家 也给祝祝姐请教一下了 因为呢 这个是最新台湾民意基金会 它做的一个民调 特别是针对这一次的俄乌情势 来问台湾人的意见 那俄乌这件事情 干嘛要问台湾呢 因为这个民调里面 它问的问题是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 决定不出兵乌克兰 这个行为台湾人怎么看 欣赏还是不欣赏呢 结果你看好问题是这样问 结果呢回答的人数 一共1079人啊 结果呢有五成一的人 是表示不欣赏 偏上橘色加上红色的那两块 加起来就差不多五成一了 那么表示非常欣赏的是完全没有 有还算欣赏的 这大概差不多两成左右 但是也有一成回答没意见 一成说不知道 所以换句话说 超过半数的台湾人 其实并不欣赏 美国不派兵去保护乌克兰 那美国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大家就各自解读 可是台湾人看到了 就说美国一直表示 要力挺乌克兰 在过去到现在 甚至乌克兰说 我想要加入北约 那美国呢或西方国家呢 当然也都会说 而是支持乌克兰 但是呢始终含糊其辞在 要不要加入北约这个部分 但是对于不出兵保护乌克兰 这件事情 美国是非常的坚定的 所以台湾人看懂啦 台湾人看懂了吗 如果当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你认为说要靠美国 美国会来出兵保护台湾吗 乌乌啦 你别做梦了啦 台湾会要靠美国出兵 来保护台湾吗 来不及呀 来不及呀 所以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嘛 怎么会有那么 我不好意思讲说那么蠢啊 我就说那么傻呢 会去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话 美国只有它自己的利益嘛 任何一个国家啦 都只有它自己的利益 它怎么会去出兵保护乌克兰嘛 它跟台湾不是一样讲吗 你要加强你们自己 自我防卫的能力呀 所以它才能够卖更多的武器 对呀 它没有说它要来 它要来出兵保护你嘛 连这一点道理都看不懂嘛 我就不晓得我们台湾老百姓 到底是脑袋里面是怎么想的 不过你看这个民调 都显示出不欣赏吗 那你不欣赏这个 美国不出兵保护乌克兰 那你会认为 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吗 这个律美还是会告诉你啊 说台湾比乌克兰更加的重要 那是一直不断的 在用这种宣传的这个方式 说台湾很重要啊 台湾有晶片 台湾哪里重要等等 台湾有护卧神山 台湾有半导体 诸如此类的 可是事实上 乌克兰有能源 乌克兰有粮食 它是欧洲重要的粮仓 你说它不重要吗 对呀 它很重要嘛 还有很多把乌克兰 跟台湾相比 这不伦不类嘛 是不是怎么讲 说不伦不类呢 这个乌克兰 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 跟两岸关系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苏联解体之后 乌克兰是一个实时 独立的国家 可是我们两岸 是从1949年分治以后 在两岸的宪法里面 我们仍然是 一个中国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你用这个乌克兰 跟比喻台湾是不伦不类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很像的 什么地方很像呢 就是这个相同点是 两边的紧张关系 都来自于外力的介入 这外力介入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嘛 它的介入嘛 这点跟台湾是一样的 是完全是一样的 美国不希望统一 刚才我们在讲了 你想想看 在这个一个 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状态 它整个越来 辛辛繁荣的发展 可是它并没有对外扩张 也没有在海外建立 像美国一样 200多个军事基地 大陆并没有啊 而且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他们大陆也没有发动 任何一场战争啊 就美国认为说 对它造成威胁 它如果对它造成威胁 它就是威胁 它就要对付你 就是因为它觉得 大陆的崛起 会超越美国 影响美国在全球霸权的 这个地位 所以它认为 是你的是威胁 所以它当然就要制止你嘛 所以不是刚才已经讲过吗 这美国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说得很 台湾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配合 美国的国家利益 扮演太平洋的塞子 就是要阻止解放军而已啦 这是什么逻辑嘛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啊 就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要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国家 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我们的老百姓是最好的 而且有未来最安全 最有前途的 对老百姓的福祉 是最有希望最好的 我们是用我们的智慧 去来解决 两岸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去听人家国外怎么讲 你现在看美国的势力 美国的手放到哪个地方去 那个国家就倒霉的啦 而且说实在的啦 讲的最现实 乌克兰还跟美国 是有正式邦交的 对呀 正式的邦交国你没有出兵 那么台湾还没有正式的邦交哦 对呀对呀 那你还要寄望美国来出兵吗 怎么可能啊 对更何况 美国依然是所谓的 不管你觉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至少他口头上 他还是强调的是 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很多人还在说 一味的要去听信 这个民进党政府 他们告诉大家的这些事 甚至你看 在恶乌情势一紧张了 马上就有人在说 所以小心啊 小心 这个时候有可能 是不是就给大陆 一个更好的机会 比方说武力犯台啦 台湾会开始要遭受到威胁啦 因为他们有可能 要趁虚而入了 因为美国啦等那些国家了 他们都在顾着要去顾的 欧洲的乌克兰的最新的紧张集市 就顾不了这边了 真的是这样吗 结果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最新 就蔡英文呢 马上当然也下达了四个指示 其中呢就特别还下令 要加强军备保护 加强军备保护 就表示他们马上要来犯台了 是不是 以我的看法 我不认为说大陆急于来 对台湾用军事的武力 来对付台湾 因为它毕竟台湾还是同胞啊 台湾还是两岸一家亲啊 可是当台湾这边人都说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 那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前提不就没有了吗 是不是 你都不承认我们是两岸一家 所以你是另外一个 那你今天你说 还有民进党的人 以前我就听说了 我也承认 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啊 我们不是中国啊 那我请问 有没有人承认你是台湾国呢 那你现在美国也是承认 一个中国啊 一个中国政策 那它有没有承认 你是台湾国呢 它如果承认你是台湾国 那可能这跟乌克兰 跟苏联一样 那它跟我们台湾国 要有邦交啊 是不是 它有邦交都不见得 会去保护你 所以我觉得 我们怎么有那么蠢啊 怎么这种东西 都不会去想清楚呢 今天大陆 不是它 以它今天的强大力量 它不是没有办法 来对付台湾呢 毕竟它还是认为说 台湾是同胞 可它有个底线 你不要搞台独 你搞台独 你就是要离开 就是离开嘛 你就不是一个中国嘛 其实你搞台独 也是违反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耶 对不对 早期你是叛国耶 你叛国罪耶 是不是 那你今天我们有宪法 两边都要认为是一个中国 那你今天你说我是台湾国 所以我也承认一个 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就是中国大陆 我这边是台湾国 谁承认你啊 是不是 你还是在一个中国的范围之内嘛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用点智慧 想想看 在今天人家还帮你当同胞 但是你台独就是一个底线 你也不可以超越这个红线了 如果你真要这样搞的话 你不是也做过民调吗 年轻人万一两岸打起仗来 到底谁输谁赢啊 年轻人都很懂啊 我们一定打不过人家 今天就是实力原则嘛 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实力原则 没错 既然实力原则 我们今天是你自己没收袭嘛 同样三十年人家变成这样子 你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好 你既然打不过人家 那我们又是在一个中国的 这个原则是这样 那我们两岸又是一家亲 是不是坐下来好好谈呢 那现在谁能谈呢 所以你今天你看看蔡英文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两岸官方不来往 对呀 而且讲话那么难听 还想难听的话呢 是不是 就是为了一个制服 就可以讲了那么多难听话 更不要讲其他的大事了 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两岸还有和平解决的方式吗 所以今天说蔡英文 如果你真的替台湾老百姓的前途 跟福祉着想的话 我们说和平是不是很重要 交流是不是很重要 互相了解跟尊重是不是很重要 可是你只要把讲交流的事情 连我这样去都会被骂内奸呢 那你今天请问谁可以去跟对岸 能够好好的一个互相交流 互相的了解呢 那你就对台湾有没有好处 我们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所以今天你只要不放弃台独的一个思想 没完没了 台湾永不安宁了 那你对付得了人家吗 人家飞机来绕绕台 你就只会骂人家 那你把他打下来嘛 其实说真的啦 光是一个小鸽子的那个表演 国台办都会说 把这个就讲成是统战的工具 也未免太歇斯底里了 就是我一说是非虚礼嘛 对但是啊这个 好啦你说卑躬舍影也好 你说歇斯底里也好 大家毕竟看到台湾 依然还是在民进党的执政的情况之下 仍然是不是这个祝祝姐会有所期待 我不要说是您啦 说是也许是不是对岸 可能还会在想 这个蔡英文也许是不是在她卸任之前 她也会想要求个历史定位啦 或者所以是不是有机会 可能可以跟对岸的领导人 有机会谈一谈 诸如此类的 这个有可能吗 大陆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吗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两岸到目前为止 官方是终止来往的 而且这边对大陆是恶言相向的 人家对你好 你说人家是统战 人家对你不好 你说是给你施压 是不是 人家也不晓得 要对你是轻重 到底是什么样比较好 那个豆腐 我常讲那个豆腐 掉在灰堆里面去 你是用吹也吹不得 打也打不得 拍也拍不得 那你到底要怎样嘛 你台湾到底要怎样嘛 我对你好你不是说统战 我对你稍微那点 你说是有压力 那么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个台独 就是台独 可今天 我们台湾所做的民意调查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对于蔡英文这个政府的满意度 跟信赖度 还会超过50%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就触犯那个红线 那个底线了 那你就要小心 人家就用什么方法来出手了 我们不晓得了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愿意这个样子吗 我们台湾老百姓 真的愿意这样吗 你真的要引起战争吗 我常讲说 柱子姐是一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年轻一代要的前途在哪里嘛 是不是 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办 所以你说有什么期盼 他会不会改变 他改变可以啊 他就把他台独的这种思想 他那个民进党党纲会不会改啊 是不是 那你要怎么样来制止呢 选票嘛 如果选票还是 这次2022跟2024 选票还是押在民进党身上的话 那就台湾就是自寻决入了 所以2024是关键了 自己早死了 2024当然是关键了 你就自早死路 2024它还是搞抗中保台 他这抗中保台好像是他选举的万灵丹一样 他只要这四个字一出去 好像他选票就来了 所以那就是说 在二十多年以来 二三十年以来 这个教育政策已经把一个 台湾的年轻一代啊 这台湾人的洗脑洗的 就是有够透彻了 这种洗脑的结果 是替台湾种下祸根呢 是替台湾呢 到最后它的 有没有什么前途 我已经不晓得了 您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 真的很期盼呢 今天呢 尤其你们年轻的一代啊 我说树子姐年纪大了 我们未来怎么样 我们有些也不见得看得到的 可是我们真的很替年轻的一代 跟下一代烦恼 我们台湾要越来越好 我们台湾看到人家的好 不要只是妒忌 骂人家 你要检讨 自己怎么检讨 怎么样做得好 让人家瞧得起你 让世界看得到 是你要拿出你的实力来啊 是让人家对你有信心 你才有筹码去跟对岸谈 实力是最重要的 没错 这个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线上 三千五百多位的朋友 请大家呢 记得按赞 好很多很可爱的朋友啊 有人说这祝祝姐情姐梦幻组合了 还有人说祝祝姐好样的 祝祝姐好赞 祝祝姐气质好 还有祝祝姐加油 哎 祝祝姐有人问你冰墩墩呢 哎呀 讲到冰墩墩呢 我真是 我就不知道 冰墩墩是如此的抢手 太抢手了 抢手得不得了 我后来才知道说 等到我要快离开北京的时候 结果有人讲说 带几个冰墩墩回来吧 是啊 我还搞不清楚 带什么冰墩墩 不是我看现场冰墩墩 这么大一个 才知道说 大大小小都有好多 他说你是不是可以 带一箱冰墩墩回来 后来我们是不是 一个都要不到 而且都要排队 抢手抢手得不得了 晚了都卖光的 早知道我跟汪洋见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说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 一箱冰墩墩啊 回去啊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怎么去见他们 他们跟他要东西了 是是是 可是真的是 就可见了大家对于奥运 每一个奥运选手 拿人的一袋东西 他们都乐得要命啊 真的是 那各种各式各样纪念品 每一个人都有冰墩墩啊 还有什么的 其实我都好羡慕啊 我也知道耶 我不知道 其实他们说 后来我们也想说 哎 有没有办法给我们 找一两个冰墩墩回来 一个都要不到 他们说真的没办法 这个太抢手了 真的太抢手了 所以我们就只好 就这样给这个冰墩墩看看 之后也许有机会 还可以看得到 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可爱 今天也谢谢猪猪姐 谢谢 猪猪姐行程也很赶 待会还有个采访 所以呢 今天也谢谢大家 在线上收看 请记得多多的分享 并且按赞 那也欢迎大家 在今晚的八点钟头条开讲 跟我玉琴勤教官 我们晚上再会咯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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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